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鼠节系还有小鼠过每日热三分 时至盛下万物蓬勃生长 放眼望去 绿浪涌动 小鼠节系人体容易受到失业邪气的侵袭 出现疲倦乏力投身困重 食欲不振 犯酸腹射等的症状 因此在饮食上要注意饮食不折 饮食不结 饮食偏食等不良的习惯 既要注意清热去鼠 也要注意健脾化湿 饮食上可以选用荷叶 冬瓜 虎瓜 绿豆 尺小豆 白扁豆 腹苓等健脾去湿的食材 小鼠节系期间 人体阳气旺盛 因天气炎热 耗能较大 又容易引发 阳气外舍太过 要遵循春夏养羊的养生原则 小鼠节系要做到小动多剩 每日应该作息规律 奴日结合 可于清晨或傍晚在湖边或公园进行散步 太极等的运动 游泳可以消暑健身 瑜伽可以安神养生 千万不要在烈日之下运动 运动的时刻尽量调整到清晨或黑夜 各位 今天是24节系的小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